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行动改变你的未来 有个故事说到 有位妇人呢 为了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 便一家三口的来到北京摆摊 帮人修鞋子 辛苦的赚钱过生活 想不到时间才过没多久 丈夫就因病去世 独留下她一人抚养孩子 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担任讲解员的人 闲聊中那人告诉她 讲解员这一行业 没有学历限制 只要熟悉展览的内容 背后的故事 并且能说一种 较少人会说的外国语言 就可以了 讲解员无意中的一句话 让妇人仿佛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她便立刻寻找资源 然后到大学去上 葡萄牙语的培训班 在上课时 她也录下老师讲课的内容 白天休闲的空档 就反复地听 到了春节前夕 她如愿地被聘请 当七天的讲解员 可是当她用葡萄牙语翻译讲解时 却常常嘴巴打劫停顿 也因此失去了这份工作 在痛丁失痛后 妇人请人帮助她 把资料翻译成葡萄牙语 然后每一天她一醒来 就把握任何时间 反复地背诵资料 最后 她终于顺利地通过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 讲解员的资格考试 更在一次葡萄牙 一位重要领袖参访时 经过严格考核 成为专属的讲解员 亲爱的朋友 人生永远 没有不可跨越的绝境 故事中的妇人告诉我们 只要起来行动 就有改变的可能 积极的行动 更会使你遇见好机会 圣经中 有位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 好些年来 她看了许多医生 都治不好她的疾病 不但花光了她所有的积蓄 病情还更严重 因为这样的疾病 她总是只能隐藏在 人群的后面 不敢与人接触 在人看来 真是到了绝望的谷底 然而 当她听见了耶稣来到 她听见耶稣有医治的大能 她便勇敢地跨出去 她想 这或许她得到医治的时候 所以她不顾一切 拥挤在众人中 她来到耶稣身边 然后想尽办法 摸到了耶稣的衣上 她的疾病 也在当下完全痊愈了 血肉妇人 以行动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未来 也改变了她人生的命运 亲爱的朋友 你的未来 是你自己创造的 不管是故事中 那位帮人修邪的妇人 或是圣经里 换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 他们都以行动 为自己带来人生的翻转 今天 上帝也渴望 行神机在你身上 上帝乐意回应 每一个渴慕 寻求祂的人 只要你愿意 来到祂的面前 祂有最大的能力 更有最大的爱和怜悯 祂会为你预备一个好机会 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 翻转你的人生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它 就得帮助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卫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 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 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